在1983年,当我刚刚去到美国德萨斯州的时候 刚刚那个年代就流行一个叫做 Nothing Down的投资策略 什么叫做Nothing Down呢? 就是说自己不需要拿自己的荷包出来 才可以买到很优质的房地产 而这个idea是哪个proposed出来呢? 就是一位叫做Robert Allen的高手 这个真是聪明人 那时候我很向往地去研究、去学习 最终到了几年之后 我就直接录爆卡 飞到California的San Diego 去参加他有一个叫做Wealth Training 在这个Wealth Training里面 为期一个星期 里面有一堂 是教我们一种叫做Ethical Persuasion Ethical Persuasion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system 一个方式 去给我们跟别人沟通 而在沟通谈话 或者身体语言之中 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影响到对方 因此就令到我们的idea 我们的concept 或者我们说的话 是特别容易被对方受落 这样 那当然了 后期我就知道 因为那个年代 在香港还没有流行所谓的NLP 这个叫做 我译了它叫做 精神语言学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这个NLP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现在当然很多专家 很多高手 在教这个系统 上当年的时候 我们也算是比较 头一口湯 但是我学了之后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有心人装无心人 其实这个也是有心人装无心人 但是我将它 中间有几个最主要的部分 今天拿出来跟你分享 因为我在Intuitive Counselor的训练 这十二堂里面 这个也是我的其中一堂 为什么我们跟别人做counseling 或者我们作为一个therapist 为什么我们要懂得这个呢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是令到我们 能够跟对方的沟通 是比较成功的 而在NLP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图 我这个图 就是他们 就是一些人很聪明的 假设大部分的人 都是右手为主导 不是我们所谓的左腰 这个右手为主导的人 我们如果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丢一些问题去问他 令到他 会是自己要想一想 才会回答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 我说你昨晚吃饭吃什么 如果对方 听到这个问题 之后 他说 在想想 他的眼珠 是往他的右上角 就是眼睛的右上角 去看上去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图 如果右上角 是VC V是代表Visual C就是Construct 他在视觉上 在视觉上 他在作故事 或者在想 作为一个 Creative 作的 一个 accessing 如果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昨天吃什么饭 而他的眼睛 往他的左上角 那里看 他就Visual 他是一个Visual 他是一个视觉 的人 他在想想 R代表 We'll remember 就是在这里 真的去尝试去记一下 看看究竟他昨天吃了什么 随时不记得 那同样地 如果他的眼球 是平地向左边 就是向左边去看过去的话 他就是这个AR 就是Auditory Auditory 就是一个听觉型的人 在这里尝试去记忆 用一个听觉的方法去记忆一下昨天吃什么饭 如果他的眼睛 是平衡地看过去 他右边 这个叫Auditory 的Construct 他是一个听觉型的人 他就在这里作 可能在想 不是曾经发生过的 因为如果曾经发生过 就叫做Remember 但是他在Construct 一些答案出来 如果他的眼睛 是向他右下方看过去的话 他是一个感觉型的人 这个感觉型的人 他就在这里 憑着他的感觉 去尝试去回忆 因为这个K 代表英文叫Kinesthetic 这就是代表我们的感觉 如果他的眼珠 往他的左下方 这样斜斜斜地看下去的话 他就在这里 自己和自己在说话 即是Self Talk 因此 我们大家可以憑着 问一些问题 去引致看看对方的眼球 向哪一个方向移动 我们就很快就知道 这个人究竟是视觉型 听觉型 还是感觉型 知道对方是什么 运作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因为 如果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视觉型 的话 我们投其所好 说些说话 全部都是视觉的字眼 如果他是听觉型 我们说的字眼 也都是跟听觉有关 譬如说 我是一个房地产的经纪 我知道对方这个客人 是视觉型的话 我就去到一个单位去看 接着我就会跟他说 一番完全没意思的说话 而对方 也很有可能 觉得我说的话 很受乐 啊 make sense 我认识 例如 如果他是视觉型的 我们就会说 哇 你看看这个视觉多漂亮 进来 看里面 看外面 完全是 真是正到 似的 你看看 你自己身处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看自己 在这个单位里面 是不是灵色感觉到 富贵啊 豪华啊 诸如此类 举这些例子 因此 这些全部都是有心人 但是 不是叫大家 这么做 但是 这个 都需要知道一下 万一 有时 未必别人用这个方法 跟我们说话 那我们也 可以识破它 那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 NLP 里面 一个很主要的 其中一个特色 来的 就是 对 不让